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艾瑞克文斯的脑内心机》 艾瑞克文斯获奖科普作家 基督科学教会学校普林西皮亚学院 1999年荣誉毕业生,取得生物学文凭 曾任多项海豚智能与海岸生态研究计划的科学家 之后担任科学教育人员与环境顾问 2005年加入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生育卓著的科学传播计划 开启了对新闻的热情 体会到唯有透过具有说服力的人物 报道才有感动与启迪人心的力量 此后持续以报道社会上具有启发性或争议性的科学人物为直至 2012年入围美国国家杂志奖决选 2015年赢得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首奖 作品散建于哈坡杂志 纽约时报 优涅读者 科学人和国家地理杂志 并担任发现杂志特约编辑 现与家人住在墨西哥市 这本书会让你发现心理暗示的力量 人类大脑有着惊人的能力 自我欺骗的能力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力量背后潜藏着一个简单的事情 就是期待 其实大脑基本上是按照预期来运转的 此外 大脑不喜欢失望的感觉 所以当现实与预期不符时 你的大脑宁愿扭曲事实 也不想改变信念 释放这种能量的关键就是暗示 它会激发你的期待 向你展示这些期待是可实现的 并且引导你的身体去做出惊人的举动 让你的预期得以实现 在下面的章节中 你会了解到 期待和暗示影响你感受痛苦 从疾病中恢复 以及形成记忆的方式 你还会了解它们积极的效果 和有害的影响 认识了这些之后 你就可以运用这些知识 让它们对自己起到帮助作用 此外 你还将从书中发现 为什么安慰剂是很有效的止痛药 故事为什么会影响到你的胃 以及为什么假玫瑰花不利于健康 安慰剂之所以起作用 是因为它利用了暗示的力量 还记得你上次吃止痛药 是什么时候吗 你记不记得 当你把它吞下去之后 几乎立刻感觉到 它在你身体里 起到了舒缓的作用 如果是的话 那么你当时正在体验 安慰剂效果 大多数止痛药需要15分钟 才能起到阵痛作用 我们很多人感觉到的 即刻的舒缓 并非来自于身体实际感受 而是我们期待发生的效果 安慰剂通常指的是一种 中性或惰性的物质 比如糖丸 但对患者仍然有积极的作用 如同顺势疗法药物 其背后的思想就是 药物的本质就是治疗效果 所以如果你将它稀释在水中 直到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残留 水就承载着药物本质治疗患者 多数医生认为这就是安慰剂 药物本身没有任何有效成分 至少没有足够的浓度 可以起到声称会起到的效果 而对于一些人来说 疗效却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你心情特别抑郁 你无法走出家门 你可能愿意尝试 任何能帮助到你的事物 曾经有一位女子 就面临这样的处境 她吃了很多年的药物 也接受过多次治疗 但都无济于补 最后她选择了顺势疗法 当她见到顺势疗法医生时 他们聊了好几个小时 内容围绕着她的生活和她的病情 她能够将自己的悲伤追溯到多年前 她童年时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当时她和她的家人正在逃离德国纳粹 基于两个人的对话 医生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瓶子里多次放入一定剂量的融化的血 顺势治疗医生相信已毒攻毒 她让这个血水代表那个可怕的寒液 神奇的是这个方法奏效了 这位患病的女士病情有所好转 甚至开始旅行去见朋友了 一切都归功于她喝了几口瓶子里的血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她的悲伤与顺势治疗师 帮助她创造的那个寒液之间的联系 深深地引起了她的共鸣 毕竟 我们的故事就是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远景 他们塑造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顺势治疗师帮助女子通过一个 在向她诉说的故事 理清她的感受 帮她摆脱了让她困在家里的恐惧感 瓶子里的血只是一个道具 但它揭示了暗示的力量 我们的身体有着自己的化学物质 能够增强安慰剂的效果 没有人喜欢痛苦 大多数人也都尽量避免经历痛苦 但其实痛苦对于我们的生存 起着关键的作用 痛苦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出错了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不管是一次牙痛 或者是被蛇咬伤后的伤口痛 总之 痛苦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但有时候 痛苦会在痛苦产生之后 很久才消失 这叫慢性疼痛 美国几乎每十个人中 就有三个人患有慢性疼痛 人们早就知道 安慰剂对于慢性疼痛特别有效 但这既是福也是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样一来 未经证实的疗法 可以轻松地缓解疼痛 但却很难证明 有效果的疗法 不只是一种安慰剂 为什么疼痛一开始 就容易受到 安慰剂效果的影响呢 其实简单来说 你的大脑已经制造了 止痛所必须的药物 而安慰剂只是起到了 帮助释放这种药物的作用 在疼痛的情况下 这些药物是阿片类药物 产生它们的大脑化学物质 叫做内非钛 阿片类药物以其止痛作用 和成瘾性而为人所知 阿片类药物之所以 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大脑会自行生产它们 此外 它们有许多核心的功能 比如调节食欲和快感 安慰剂的工作原理是 激活大脑中负责产生 阿片类药物的区域 并释放那些至关重要的 内非钛 就这样疼痛就消失了 讲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身体里 还有许多其他可能 起到增强安慰作用的 化学物质 内源性大麻素 就是其中之一 它与大麻中发现的 化学物质类型相同 有助于抑制疼痛 还有一种神经地质血清素 它与幸福感密切相关 最后 还有负责处理奖励的多巴案 它们的共同点 是都与对安慰剂 极为敏感的条件有关 比如疼痛 抑郁 焦虑 恶心和上瘾 好在 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对抗 这些症状的 科学家们仍在试图 揭开安慰剂 对于某些人有效 而对另一些人无效的秘密 帕金森氏症 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患者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2011年 在一项治疗帕金森氏症的 精疗法的实验中 有一名患者的治疗过程 似乎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它几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说话不再含糊其词 书法也变得更好了 甚至可以回去工作了 经过多年的尝试 寻找缓解办法 它终于恢复了健康 没想到这名患者 接受的是安慰剂治疗 想象一下研究人员 当时有多失望 病人的大脑 完全是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 自行改善的 这样的研究 让科学家们认识到 有些人对安慰剂的反应 要比其他人强很多 但他们也不清楚原因是什么 可能对于大脑的研究 还不够深入 这一问题尤其困难 因为很难复制研究结果 同样的人 今天对一种安慰剂有反应 可能明天就不会了 然后后天再换一个 就又可以了 说不准的 不过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 比如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 可能使人对安慰剂 产生反应的基因 这些基因参与了管理大脑 产生像多巴胺等荷尔蒙的方式 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中 但这一问题 终于不再是一团谜 其实这种基因研究 可以让药物实验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你事先知道 谁可能对安慰剂有反应 你就可以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这样就可以开启一个 根据个人基因 量身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大门 因此 对药物起作用的那些人 能够得到有效治疗 那么那些安慰剂反应者呢 那群人是幸运的 他们能够对几乎任何特定的药 都有更好的反应 因为他们的大脑天生如此 不管是对活性成分 还是对安慰剂 所以他们可以接受任何现有的可选疗法 但我们可以从安慰剂中获益 这样的暗示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1886年 一位患有严重花粉热和哮喘的妇女 走进医生的办公室 医生了解这位妇女 知道她的病情 但他怀疑她的反应 可能更多是与她的神经质有关 这也是她的家族遗传特征 而与她的生理机能无关 医生决定对她进行测试 所以在这位妇女来之前 医生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朵玫瑰 不出所料 妇女一进门 就出现了强烈的过敏反应 随后哮喘发作 而实际上 这朵玫瑰花是假的 如果是这样 那位妇女的反应又怎么解释呢 研究人员尚不清楚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人类大脑不仅有自愈的能力 也有施加伤害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安慰剂的邪恶兄弟 反安慰剂效应 不同于可以改善病情的安慰剂 反安慰剂效应会导致疼痛和疾病 上述妇女和玫瑰花的例子 就是最早证明该效应存在的例子之一 但它与安慰剂效应一样无处不在 前者更容易产生 因为它利用了我们的恐惧心理 而恐惧要比希望威力更强大 想一想那些新闻头条 什么样的新闻最吸引人眼球 诚然我们都喜欢听好消息 但人们对坏消息的反应更加强烈 比如2014年众所周知的埃博拉疫情 在此期间美国数千人联系了医生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类似症状 实际上整个国家只有4人感染埃博拉病毒 感染者不是在疫情区 就是密接病例 但这样的头条新闻 仍然没有停止群众的恐慌 反安慰剂效应能够带来实际性伤害 所谓的风利涡轮机综合症就是一个例子 相信这个综合症的人认为居住在风利涡轮机附近 就是患这种病的原因 这些人认为在风利涡轮机附近居住 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哮喘、贫血等 人们推测涡轮机发出的低音调和超声波是致病因素 2012年针对该综合症的一项研究中 科学家们发现 听到关于超声波噪音正面新闻的人 比超声波可以消除健康问题 实际上在接触这种噪音之后感觉更好 无论他们是否听到了任何声音 而接触关于超声波负面新闻的人 则患上了涡轮机综合症 无论他们是否听到了任何声音 该研究并非为了否认症状的真实性 而是意在说明 症状的起因并非风利涡轮机 而是人类自身的大脑 催眠是人类易受暗示的强大例子 如果你看过很多经典好莱坞电影 你可能会联想到一个邪恶的催眠师 他有着疯狂的眼神和旋转的螺旋 在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面前 闪烁着发光的手表 让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听从他的指令 无论是抢劫银行 刺杀总统还是成为他私人的奴隶 实际上 虽然催眠不完全和电影中演的一样 但他的确有真实的效果 人们仍然对催眠有着很多错误的观念和偏见 但是无论好莱坞可能会让你相信什么 催眠师并没有无穷无尽的魔力 也不能违背你的意愿去催眠你 真正令人称赞的催眠形式 即让一个人进入恍惚状态 只对大约10%的人有效 还有10%的人完全不受影响 其余的则介于两者之间 此外 即使是那些可以被催眠的人 也会有不同的体验 对于一些人来说 催眠只是一种更强烈的意识形式 如同白日做梦或沉浸在一本好书中的体验一样 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在非催眠的条件下体验这种状态 对于其他人来说 体验要更深一些 有的人觉得那是一种变化了的状态 在平常的状态下无法体会到 催眠状态下 这些人会产生幻觉 可能失去讲话的能力 甚至在经历外科手术时 也不会感到疼痛 其实 消除疼痛是催眠特别有效的一个方面 华盛顿大学研究员 大卫·帕特森 曾利用自己的催眠技能 帮助急诊室里的严重烧伤患者 忍受剧痛的医疗过程 他甚至帮助过脖子上插着斧头的人 减轻疼痛 通过催眠 帕特森让他在每次护士触摸他的肩膀时 进入恍惚状态 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少见 而且催眠很难研究 因为它既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每个催眠师都有自己独特的催眠方法 声音、语调、说话节奏 以及寻找合适的画面 以诱导效果 都是高度个性化的 过程中的每一步 都需要根据患者的反应进行调整 因此实验几乎不可能标准化 尽管如此 帕特森和他的团队在脑波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们发现催眠效果与脑电波的速度有关 在他们的研究中 脑电活动天然比较慢的人 可以从催眠中获得更好的疼痛缓解效果 而由于当我们处在疼痛状态下 脑波会很快 或许这点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催眠对部分人十分有效 虚假记忆现象表明 人类记忆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如果你见过试错觉 就比如一根直的棍子 在水中看起来弯曲这种常见的效果 或者注意过你视觉上的盲点 你就会知道 你的大脑在看东西方面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那么记忆呢 你可能会认为记忆好比储存数据的硬盘 实际上记忆的过程 需要大量的构建和想象 记忆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 当一件事情发生时 你的大脑会接收你周围的所有信息 气味、画面和声音 无论你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什么 从把洗好的衣服放好 到看到房子着火 这些信息会储存在你的短期记忆中 接下来是整合阶段 这个过程有点神秘 但它有点像大脑中的归档系统 你的大脑会回顾 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然后把任何看似重要的事情 放到长期记忆中 所以你洗好的衣服这种记忆 可能不会被归档 而着火的房子可能会 最后一个阶段是检索 就是当你真的记得某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过程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与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份完整的文件 完全不同 每次当你的大脑搜索某个记忆时 它都会重新组合一遍信息 而这个过程每重复一次 这个记忆就会破损和褪色一次 虚假记忆基本上就是某一个阶段中 出错的结果 它比你想象的要普遍 一个经典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 1986年 NASA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后的 第二天早上 研究人员乌尔里克·内塞尔 问他的学生们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们在哪儿 三年后他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 而学生们的答案几乎都变了 这些人再次回忆起那个灾难性的早上时 有些人记得自己处于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中 甚至拒绝相信自己曾经的答案和现在不同 不仅如此 很多的记忆也变得更加戏剧化 暗示会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 当你准备选一瓶葡萄酒来搭配晚餐时 你会怎么选 如果你不是酒市的话 你可能会选择价格上限附近标签最好看的那个 因为味道更好 对吧 很多公司利用暗示的力量让产品的口感更好 没错 让实际口感更好 而不是外表看起来口感更好 这就是包装的目的 它会带给你一种特别的体验期待 你的大脑很乐意带给你这种体验 并且让酒的味道变得更好 期望可以带来的力量不止这些 2010年 一名研究人员用奶昔做了一项实验 他告诉参与者自己正在比较减肥奶昔和高卡路里奶昔的效果 于是他相应地把奶昔做了包装 低卡路里饮料的外包装是比较朴素的 而高卡路里饮料包装则相应地看起来比较奢侈 参与者不知道的是两种饮料卡路里是相同的 随后 研究人员测量了参与者体内 名为胃饥饿素的荷尔蒙水平 我们在饥饿的时候胃里会产生这种荷尔蒙 告诉我们的身体该吃东西了 令人惊讶的是 那些以为自己拿的是减肥奶昔的人 体内的胃饥饿素比那些以为拿到高卡路里饮料的人 胃饥饿素水平高 仅仅是想到自己没有摄入足够的卡路里 就足以让人感到饥饿 换句话说 参与者基于他们对发生的事情的预期 欺骗了他们的胃 除了节食方面 期望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另一个方面是成饮 在美国 十分之一的人对某样东西感到沉迷 多数情况下 该物品是酒精 过去 人们普遍认为 上饮是因为缺乏意志力 但现在科学家表明 其实上饮是生理原因造成的 而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都是期望在发挥作用 上饮的人会陷入一种噩梦般的循环 药物会刺激愉悦的感觉 大脑不堪重负 于是减少荷尔蒙多巴胺的产生 让自己恢复某种平衡 多巴胺越少 你感受到的快感就越少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药物来达到快乐的效果 你可以利用期望的力量来改善生活 现在我们清楚了 期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它能够让我们做到一些惊人的事情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从萨满仪式到信仰疗法 这种力量被应用在方方面面 其中有些说法可能是可疑的 但有一些方式可以让你将这种力量 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 首先要了解的是 一切取决于讲故事的力量 如果你想尝试通过期待来改变生活 你需要了解自己 问一问你自己 你觉得什么样的故事有趣 引人入胜 什么样的情境和事情会激励你 比如 有些人需要独处和冥想 而有些人在团体里更有活力 有的人相信古老的智慧 而有些人只相信科学期刊 如果你知道什么能够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你就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 催眠师可能很想知道你的家事 并不是为了要治疗你 而是想知道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产生共鸣 你也可以了解自己的自我暗示能力 比如碳酸饮料会带给你很好的感觉 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可能比自己想象中 更容易受到安慰剂的影响 你还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想要得到怎样更好的治愈 用催眠等方式 看看自己容易受到暗示的程度 你是要记住 这个过程中要遵守一些重要的基本规则 是不要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 人们声称有很多物质对你有帮助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有毒的 比如水银 还有很多草药是没有监管的 所以你并不会总能知道自己拿到的是什么东西 瓶子里面装的和标签上写的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个物品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 多达60%的补充剂还有标签未提到的成分 如果你确实有健康问题 不要放弃传统医学 代替疗法可能会有缓解作用 但若未经科学证明 那些疗法可能会严重伤害到你 除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你还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 不要因为追求安慰剂而让自己破产 任何需要数百美元才能得到的维他命输液或厌恶疗法都很可能是骗人的 记住这一点 你就不会花几千美元后才发现传统药物才能治疗你的病情 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 你的大脑是一台期望机器 对暗示有着无限的反应能力 也正是这种力量让安慰剂和反安慰剂发挥作用 你的身体对周围的世界和所发生的事情做任何反应也取决于此 如果你小心加以利用 你可以让它帮助你打开一片代替疗法的新天地 好了 艾瑞克文斯的这本《脑内心机》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